这个词语叫什么样啊? 虎尽干奶 跟老师读下来 虎尽干奶 刚才小朋友都知道了 那么他们呢 一直到了西天了是吧 到了宁山上面 终于取到真经了 一路上了 他们经过好多好多的 那个磨难是吧 被妖怪抓的 吃的哈 各种各样哈 对 9981 对 9981了 他们知道的 现在你们听 就是81才能成佛 对 真厉害 都知道要经历很多磨难 才能成佛 是吧 对了 妈妈都给他们讲了 老师讲得很好 对了 然后呢 他们虽然经过这么多的苦难 到最后他们终于取到真经了 开心吗 你觉得他们开心吗 我会想要 耶 对是很开心是吧 对 然后呢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 那么苦就是说前面吃了很 就是说经历很多的磨难跟苦难 所以就像你们爬山一样 当你爬到山顶上之前 你会感觉怎么样啊 哎呀 要爬得好累是不是啊 而且呢 累了还是什么 还不然很累耶 还要加油 一直往上走 当你爬到山顶上的时候 你会看到怎么样啊 美好的风光 看到吧 是是很美呀 然后你看到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 我前面付出那么多的努力 现在终于有回报了 干是指什么 甜的味道 sweet 然后这个苦跟干是什么 相反的 相反的两个意思 那么前面经历的苦难 到后面你有大收获 那叫苦尽甘来 就像唐僧师徒四人 他们一路上经历好多的磨难 到最终取得真经了 也恭喜你们 这几周听下来 终于可以把这个西游戏听完了 听完了你们 是我听完的 你听完了 对 接下来你们要听百科传书了 听那个儿童百科传书的故事 记得让家长们提前给你们调好 在喜马拉雅上都有 都有 对 到时候可以找老师 你们的老师都可以告诉你们 在哪里找到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你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龙明伯伯是吧 龙明伯伯怎么样啊 他很努力的在那什么 种田是不是啊 种到最后什么 有收获的时候 你看这是一个甘露 甘露什么 我们说就觉得很舒服 这个一种收获了 那么老师的理解是 他原来种的时候非常累啊 是不是啊 你看 渴得要命啊 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到后面怎么样啊 尝到甜头了 尝到甜头了 很开心 是这个意思 那么平时生活当中 有没有小朋友也有这种体会啊 有没有试过苦尽甘来的体会 有没有试过 不知道 小朋友没有 没有经历过 有没有试过 跑步 跑好远的 有没有那 Mind Runs 这是你们在学校 要跑一个Mind Runs 有没有试过 没有 没有 以后有机会 可以试一下啊 或者跟爸爸妈妈去爬山 爬上一座山 妈妈可以体会一下 什么叫苦尽甘露 什么叫苦尽甘露 有的小朋友会做菜的 还跟我讲 之前你做菜的时候 可能很麻烦 准备很多 到后面你吃到最好 做的菜 特别好吃的时候 你也是一种感觉什么 苦尽甘露 好吧 我们先跟老师读一下这个词语 大声一点 胡 胡尽甘露 很好 很好